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冠軍遊行行列 這也是台灣藍州史上的第一次 對 第一次喔 那除了Henry之外呢 這集呢我們特別邀請了鋼鐵人的啦啦隊千睿 嗨 大家好 當然我們的助理主持人 會帶著大家一起參與 我們今天的冠軍遊行的全程 那馬上呢 勇士的球員 這個時候就已經到場啦 要從他們接下來要乘坐的雙層 台北市的觀光巴士上面下來了 那這個巴士上面呢 其實有勇士的塗裝 慶祝了二連霸之外呢 Champion Braves 那有相關的一些裝飾 欸 穩頂穩頂 頂哥 張穩頂今天的頭髮沒有綁起來 張宗憲有帶一個很瞎趴的項鍊 書尾的造型都超瞎趴 哇 曾祥君 馬上要致陣的 就是要送這顆全隊的簽名球 給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認不認得出大家誰是誰的簽名 好 簽在最前面的呢 這個 這個好潤啊 徐總的 喔 徐總 對 簽在C位 C位 是現在這個logo的旁邊 這個是 這個 對呀 翻過來 翻過來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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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讚 欸 想說比二也有簽名是不是 好喔 比二怎麼三個字 周貴 羽啦 因為羽反過來就像筆嘛 對 這個啦 這個啦 林志捷啦 真的啦 十二號 阿 這邊 要是這個嗎 林志捷你怎麼看的出來是十二號 林啊 喔喔喔喔喔喔 對 真的耶 發結結結 對對對 這個是 這是不是有人自寫錯的話 把他化掉 沒有 誰家的小孩 真的生不出來 我們大概一個一個來問 球迷都想要知道 球員中午到底吃些什麼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一個梗就對了 對啊 中午吃什麼 我們每一個問題 就先問這個 中憲 中憲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問你 因為球迷引頸期盤 你就叫我一定要問 他問你 你今天中午吃什麼 便當 也是便當喔 什麼時候才去衝浪 可能是到 下禮拜吧 所以接下來夏天的時候 會一直在宜蘭的海邊 圈台的各地海邊出目 已經準備好了 對 直接住在那邊 直接住在海邊 可以喔 你又入選了 今年的年度最佳穿搭獎 所以我們一直很好奇 你出門前 你真的有在想說 我要穿什麼 還是你就是 隨性的穿搭 我其實是真的會想要 就是想說今天要穿搭什麼 我會先想說 我今天要穿什麼鞋子 然後再去做衣服上面搭配這樣 介紹一下 手錶 項鍊 因為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太熱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什麼 特別的搭配這樣 項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選擇這一條 我看是一個 是一個 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 第一條是有點太單調 所以就用兩條去 襯托 那種比較多的層次這樣 然後跟有什麼運動 那也記得 在現在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在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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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主 好 直播主 快快快快 直播主的工作 你連那個直播 怎麼樣邀請別人都 現在學會了 不會 第一輪有公佈的那20萬 20萬怎麼用 你想要怎麼用 先換手機 然後準備開直播這樣子 換什麼 現在是要變直播主了是不是 你手機有多招 我看貴魚用什麼手機 真的要看 它是那個耶 不是 沒有賺鏡頭 它是那個 7嗎 iPhone7 好 可以換了 可以換了 好 準備好 來 最後一個問題 富邦Angels裡面 你覺得誰最正 不行 選一個 不可以這樣我們就要回答 誰 快點 林茫 林茫 第一次的冠軍風王遊行 富邦勇士還有Angels 他們現在就上了他們的冠軍 冠軍吧 是 那馬上呢他們要在台北市 就是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景點 然後再回到主戰場和平館 跟球迷去近距離的互動 然後據說和平館現在怎麼樣 和平館現在大排長喔 還有人早上八點就在那邊排隊了 這是在搶眼障會門票的概念啊 對 就是找進去好像可以早選位置啊 可以比較近這樣子 比球場更近一點 對 那我們呢 稍後呢我們會在和平館 跟球迷一些互動 包含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先前啊在IG上面有抽獎 有抽福禄獸 簽名球 簽名球 智傑 蔡文成跟曾文鼎三個人簽名球 我們今天 剛好都是台北的球迷 然後都要到現場來 我們要面交了 面交台交 要見網友了 真心補片 真心補片 那就跟著我們的鏡頭 我們帶大家 在台北市跟富邦勇士的冠軍球員 繞一圈 謝謝你們 樓上的 樓上的朋友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在風王有停的車上 那麼要來跟所有台北市民分享 我們奪冠的榮耀 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這一刻 好 那我們把車回來 謝謝 謝謝這位 小心開車 那現在也看到我們在車上 大家也在享受這個時刻 小心小心 我們第一次離紅綠燈這麼近 小心頭 大家小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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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 蠻爽的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小時候在台北就是 就是在這邊都會就是 很逛街之類的 然後 有朋友 小心小心 好多 好多 然後想到可以就是在這邊 甚至特別遊行 就會很開心這樣 對 大家好 第一次看到憲哥這麼熱情 來 再來問一下 現在的感覺呢 如果你看拿著好喝的飲料 然後在車上 還可以跟大家揮揮手 就很開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跟我們一起就是 你知道慶祝享受 因為就是很特別嘛 特別是二連霸 就是非常的困難這樣 好 後面小心樹喔 這只有在風王遊行上的巴士 才有機會遇到的 對 文成我想問一下 在台灣打球這麼久 第一次參與這樣不一樣的 風王遊行感受 很爽 因為從來沒有 然後有了第一次 你就會想辦法 第二次 第三次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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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行回來和平館了 沒錯 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來面交對吧 面交 福禄州的簽名球 織蔡文成的簽名球 織蔡文成 然後是一個女性球迷 就是一群女生的 一群女生的 對 不過可能滿期待的 欸 我就知道你 從剛剛到現在 就是期待這一排 而且他已經跟我講 他是做A2區的第一排 算是滿早就到了 送幸福了 送幸福 蔡文成簽名球 蔡文成簽名球 欸 我想問一下 你們多早來的 我們大概十點半到 十點 十點半 對 因為我們是計票 所以可以優先進場 然後我們大概就十點半 就到了 那你上一季有買機票嗎 有 我從 副棒勇士 ABL開始我們都有買機票 欸 你們是同事 還是以前的同學 我們是看棒球認識的朋友 蛤 所以你們是從 看你這樣跳過來這邊 對 帶 那你最喜歡誰 林夢學 魏維教練 魏維的球迷 對 那你呢 韋汝 簡韋汝 簡韋汝 你們怎麼沒有講 就是福禄獸 還是你們覺得 哦 基本啊 哦 富棒的神這樣 那可以比出一個 魏維在最後一場冠軍賽 所比的動作嗎 欸 有可以到 專業專業 對啊 就兩三個球員一台 然後就是 陣戰很長 然後就開始跟著球迷路人 就可以很近的在聊天啊 打雜呼這樣子 那你會選誰跟你 同一部吉普車 我當然是選捷歌跟店啊 因為可能年紀比較大 富禄獸一台車 聊得比較來啊 那個tempo比較聊得來這樣子 瘋王遊行 那你在前一天睡覺前 你還有在想過這件事 或是你有 很像小朋友要校外教學 睡不著嗎 是沒有啦 就是會覺得很光榮嘛 因為就是 其實就是我打得到現在看 也是籃球史上的第一次 對啊 希望以後都會有 對啊 就是 不管是我們或其他的 對 其實這是一個 很滿好的一個文化 然後由我們 勇士先開頭 先開始這樣 對 剛剛文誠說他說 如果接下來還有瘋王遊行 他希望坐吉普車 像那個敗票那樣子 然後他又說 這樣精神這樣 對 而且他有說 他說因為吉普車做的人數 比較有限 嗯 他說他選擇那個 同車的就是捷哥跟頂哥 哇 那他絕對是漂亮啦 那絕對是厲害啦 就輔助說做一台車這樣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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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接敗票的概念 真的 絕對不是 警察開路 我們可能是第一台 直接直接 直接輔助說開路了 直接開路 上一次你在滿場觀眾前 拿到冠軍要回到 十二年前 在台北的時候 那你自己覺得 這兩次 都是在觀眾面前拿冠軍 你自己的狀態跟 你覺得這個氛圍差在哪裡 我覺得 當 就很明顯就是年紀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啊 欸 年紀 大家球裡沒有這樣覺得 對啊 就是 那時候是 二十出頭 然後現在 四十 對啊 就是 當下的感覺就是 因為也滿長時間 去年其實是有 可是沒有 這麼好的一個 氛圍吧 對我來說 最感動就是 當下 當下冠軍了給我的感動 對 因為這是 其實老實講 也很期待 對啊 然後當下其實在場下 已經壓抑不住自己 就非常感動了 對 很開心 好 福禄獸簽名球 面交織 林智傑的簽名球 YA 其實他很期待耶 在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拿好 迫不及待了 對 已經迫不及待 好 講一下的感想 抽到智傑的簽名球 就還滿 我覺得自己還滿幸運 原本要抽的時候 也沒有報紙的人會抽到 但是 就從 可能從小時候吧 因為我們這一輩 就從台北啊 然後一路CBA 看他廣下 然後一路再回來台灣 ABL 最後到富邦 看他打球真的還滿感動的 有沒有想跟智傑說什麼話 希望他再戰十年 再戰十年就是50歲 妹妹你最喜歡哪個球員 林智傑 你最喜歡哪個球員 林智傑 林智傑 林智傑的小球迷 林智傑的球迷從 你現在幾歲 10 10 10歲 林智傑的球迷從 10歲到70歲 都有耶 都有 很廣泛 我們坐在第一排 所以表示是 滿早就來的齁 對 我們幾點來的 12點多 12點 欸 12點多都來了 滿早的耶 5點出門 7點44的騰高鐵到台北 我們從彰化來的 彰化來的 彰化來的 是嘉義回來的 現在第一位最強的秀勢 林智傑的秀保守 大林智傑 特首秀勢的秀宗宗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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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你覺得PJ跟Mike 誰唱得比較好 欸 麥克 麥克唱得比較好 因為 麥克至少有唱出比較多東西 對 然後PJ都 瞎混一團 欸 什麼東西 是什麼原因 讓你會想要 是來幫富邦勇士加油 去年那個 也是冠軍賽 中線超強 所以那個時候就被全粉了 對 你知道我們剛剛有幫你問過 中線接下來的行程就是海邊 他 他整個屬於 他從下禮拜開始就會 待在海邊 他說要泡在海邊 要泡在水裡 那你也有玩水嗎 對 就很喜歡去海邊 那你會期待在海邊遇到中線嗎 會 超想遇到欸 超想遇到欸 從下禮拜開始 那個海邊有機會了 對啊 下禮拜開始喔 下禮拜的海邊請注意一下 好不好 OK 我現在要不去 誰都沒有想要看 他每天都沒有想要看 今天才會比較會 他們呼籲 crash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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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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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欢迎来到最终的MVP Mike Singletary 有你曾经有关的 冬天的法院 之前的法院 我认为 很酷 看上海的法院 但我们很酷 第一次在台湾 特别后我们的赛计 对我们的季节 是非常特别的 感兴趣 你认为你的孩子是更感兴趣的 比赛或比赛? 比赛,确实是 我的四年生说他不想回家 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回家 最后你回到美国,第一件事? 只是休息,享受我的孩子 享受我的生活,生活和我的家 休息,休息,预备,准备 准备准备 那爸爸咧? 都一样 那我想要问小朋友 你喜欢哪一位球员呢? 桂鱼 桂鱼 他喜欢桂鱼耶,为什么? 因为他打得很厉害 因为他打得很厉害 有什么话要跟桂鱼说 哥哥无话可说 桂鱼加油 桂鱼加油 比赛加油 桂鱼加油 可以喔 好可爱,我要融化了 好,我们谢谢这一家 下一季的支持 下一季我们也希望看到你们也在球场里面喔 拿着最后一颗葫芦兽的签名球 找面交 是顶哥的签名球 终于把他要面交出去了 对,终于送到桂鱼的手中 三颗球每次送都很舍不得 好 谢谢 耶 我其实最主要原因是看智杰 因为我跟他同年 然后看着他这个 就是在这个年纪还能 不只是精神领袖 还可以主宰比赛 就是我觉得这蛮激励我的 就是我们都可以在各自的职场 然后还是不管就是不管年纪 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发光发热 对对对对 那妹妹是支持哪个球员 我最喜欢 憲哥 张宗憲 她说她是台湾最初的篮球员 台湾最初的篮球员 欸你在思考什么 也是 我是指肌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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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对对对对 确实是啊 但是心特... 趁乱告白耶 真的耶 你专业耶 重点是我们都还不用Cue 她就已经先告白了 我本来只有想问她说 欸有什么话想要跟钟线讲吗 跟她告白也可以喔 结果她自己先讲了 没事啦OK 可以耶 有的时候台北人的图书館 对对对 要热情也是没有在怕的 台北没有图书館 台北都摇滚区 摇滚区 对 在季赛的时候啊 大家都笑这边是和平图书館 嗯 那在季后赛你觉得整体来讲 有没有绑回一层 我觉得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也可以算自嘲 你说我图书館 我就让对手变成图书館 我就这样想 今年是第一次真的有撞到棒球跟篮球 都组场 那那个时候 因为刚好篮球是例行赛 那棒球有开幕战有主题日 所以就是公司讨论一下我要去棒球场 然后我有收到私讯 就有人私讯说 没有你在好像怪怪的 然后甚至又少了一点加油声 真的觉得不太适应 我就觉得喔 原来我的存在是有一点重要性 原来我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有一点存在感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暖心 我就觉得喔 真的有一点动力 让我就是更想要加倍去带动大家 就算你不嗨 我就嗨到让你觉得 欸 我不跟你一起好像怪怪的 就是也希望我们的球迷也不要被人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不敢 但是我希望真的在呼吁大家 只要我们当那个领头一样 全场可以全程沸腾 好 其实球场第一排的概念呢 也跟Travis讲的差不多 就是我们也希望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 然后让大家能够用不同的方式 都能够投入这项运动里面 那在夺冠的蜂王游行之后呢 第二季的球季等于是正式的告了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暑假期间 当然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 选秀等等的 那第三季也要如火如荼的准备展开了 那我们也会带来更多不同的节目内容 谢谢大家 我是Henry 我是千睿 我是Travis 球场第一排我们真的坐在这边了 那我们下一季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钢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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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钢铁人 帅